今天是9月29日星期日 农历8月27 欢迎收看电动帮试车 我是大壮 此刻电动帮的首席记者 已经处在流量风暴中心 让我们一起连线一下前方记者 你好小壮 你好大壮 站在流量风暴中心的感觉怎么样 和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我身后的质戒R27呢 就是此次流量风暴的制造者了 听说已经上热搜了 我已经做好接受这颇天的富贵了主持人 好的那赶紧和我们介绍一下质戒R27吧 你这帽子的颜色可真的很独特啊 谢谢大壮 我身后的质戒R27呢 是质戒家族的第二款车型 那接下来呢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款车型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质戒R27呢 它的整体的外观造型和之前的质戒S7呢 是非常相像的 只是说相比质戒S7呢 变得更高了一些 整体呢还是这种家族式的设计语言 至于它的车身侧面呢 车长是4米9 车宽呢是1米9 高度呢是1米9 轴距呢达到了2米9啊 就整体的车身造型呢是非常流畅的 而且要说一下 我们这台车呢是凹上版本 采用了一个21寸的轮毂 整体的这个轮毂的样式呢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再加上这种枪灰色的颜色啊 使得这个轮毂和这个车身的颜色是非常相得以仗的 然后再有呢我们往车尾这边来看一看 车尾的部分呢采用了溜背式的造型设计 同时在这个位置放置了一个熏黑的小压尾啊 再一次呼应了整车这个运动感 然后它这个后备箱的打开方式呢 和之前的质戒S7是一样的 按下这个D键之后 这个后备箱就可以打开了 打开之后我们可以发现啊 就是整体它的后备箱空间呢 还是比较大的 如果说我们想获得一个更大的后备箱空间 我们只需要把二排座椅放倒之后 那它就拥有2130升的后备箱空间 那我们拉一些大的物件啊 鱼杆啊或者说是雪板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当然这些啊并不是这台车最亮眼的地方 最亮眼的地方在车头 我们都知道啊 不少车厢现在都已经配备了前备箱 但是这台车的前备箱开启方式 真的是太酷了 没错 我们只需要用双手敲击前logo旁边处啊 两次就可以打开这个前备箱 而且可以看到 它前备箱里面这个空间表现呢 还是不错的 放一些包啊 用品啊 都是没有问题的 好了 以上啊 就是这台车的外观部分 主持人 好的小壮 那我看到有网友留言问到 智杰儿期内饰怎么样 有没有哪些亮点是值得跟大家分享的 好的主持人 那智杰儿期的内饰呢 整体啊 采用了智杰家族的 家族式设计语言 和智杰的S7呢 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差异 只是说水杯架附近的设计呢 进行了一个小小的一个改动啊 然后再说一点 就是这台车的座椅 坐着还是很舒服的 并且它采用了一个 NAPA素皮的一个材质 摸上鞋的触感呢 也是相当到位的 当然这不算完 就这台车附加座椅 同时还支持零重力模式 打开之后呢 躺在上面的这个感觉呢 还真的是相当不错的 然后要再说一点 就是这台车的中央扶手箱里面 其实是一个82升的冷暖冰箱 里面呢可以放很多这样的水 而且再说一点 它支持的温度呢 是从3度到50度 常规的配置呢 还是比较丰富的 你像看视频啊 听音乐是都有所给配到的 而且像一些实用性配置呢 也是非常丰富的 你像座椅加热 座椅通风 然后像座椅按摩等等 这些都是有所配备的 而且后排也有 我觉得这个对于后排成果来讲呢 真的是非常贴心 那我身高呢 是1米78 然后体重呢 是176斤 那我们现在去后排去体验一下 现在呢 我们就来到了质舰R17的后排 大家可以看啊 就是整体的空间表现 真的是相当的棒 虽然它是一个轿跑型的SUV啊 但是我的头部空间 可以看到两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然后腿部空间呢 也是非常宽裕的 在后排 翘盖上腿啊什么的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再有呢 要说一点啊 就是这台车的后排 座椅靠位是可以调节的 从27度调到37度 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也就是说 无论你是一个什么样身形的人 坐在后排 都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舒服的姿势 当然了 我还要再补充一点 就是这台车的后排空调调节的按钮啊 被放到了这个门板上 包括座椅加乐和座椅 通风的价件 全都在这块 而且呢 要跟大家再分享一下 就是这台车后排座椅下方 配备了两个小抽屉啊 分别是3.8升和3.5升 实用起来呢 真的是非常的方便 好了 以上就是这台车内饰的部分 主持人 好的 还有一个老声长谈的问题 就是这台车 开起来是怎么样呢 跟我们分享一下小赵 好的 主持人 在聊这台车的驾驶感受之前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开的这台车的一些情况 我今天开的这台车呢 是736公里徐扬的Ultra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呢 有496匹 然后百公里驾驶的时间呢 是3.9秒 并且啊 使用了空气悬架和CDC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呢 它是一台满雪涂灵 而且还搭载了业内最高192线的激光雷达 看起来的第一感受呢 就是相比之前的车型有了明显的提升 首先呢 就是方向盘的握感呢 是更加厚重了 相比之前的车型呢 更加接近椭圆形 消费者适应起来呢 也会更加快一些 至于转向手感呢 还是平轻盈的那种 消费者上手呢 很容易 但是啊 它少了一些沟通感 底盘整体呢 是偏舒适调教 而且厚重感是十分明显的 因为有空气悬架和CDC的加持 这台车在大小跌波过滤的时候呢 还是比较从容的 而且啊 今天我们还特意走了一些碎石子的路段 车内是几乎感受不到 只是说啊 在一些路况较好的铺装路面上 它的后悬架上下抛跳呢 是有些明显的 精密性方面呢 还是不错的 风噪啊 基本在车内是感受不到 但由于啊 我们这台车使用的是21寸的轮毂 所以正常行驶时呢 胎道呢 还是很明显的 至于自驾的部分呢 华为啊 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 今天我们在整个体验过程中呢 从来没有接管过 而且要说一点 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ADS S3.0呢 是新升级的一个版本 在避让慢车的工程中啊 还是比较迅速且从容的 好的 以上就是关于这台车的 驾驶感受和制驾部分 主持人 好的 感谢小壮在流量风暴中心 为我们发回的报道 今天的电动帮试车就到这里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